Hello,同学们好,欢迎回到吴老师的汉语课堂。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HSK4第十二课,用心发现世界,第三部分。 第三部分的生词有一点难,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。 解,解,详细,详细,解释,解释,对于,对于,叶子, 叶子,教育,教育,叶子我们已经学过了,老师在讲相同的时候说,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,对不对?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,叶子,一片叶子,教育, 爸爸妈妈从小教育我们,不能骗人,要做一个诚实的人, 城市的人,那我们去学校学习是去接受教育啊,接受教育。 那,解,现在我们每天上几节课呢? 你每天上几节课呢? 老师每天上四节课啊,每天上四节课。 那,你可以告诉老师,在你的国家一节课多长时间吗? 一节课多长时间? 那,在中国一节课差不多是四十到四十五分钟啊,比较多。 一节课四十到四十五分钟比较多。 一节课,这节课,那节课,现在上第一节课。 听完您的这节课,我终于明白了。 详细啊,详细是说的比较具体啊,比较具体。 老师语法讲清楚了吗? 老师讲得很详细。 老师讲的这个语法啊,是什么意思? 有什么作用? 然后我们要怎么用它? 语法讲详细了吗? 那,同学们看,这是一个说明书。 这个东西啊,要怎么使用? 它是做什么的? 是什么? 然后你要怎么用? 它写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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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很详细啊,很详细。 这个产品介绍很详细,很详细。 你拿到一个新手机的时候,你不知道怎么用。 那你是不是要看它的说明书? 嗯,它会详细的说,这部手机啊,什么功能,怎么用。 详细的报道,详细的描述。 你能详细的描述一下你妈妈长什么样子吗? 她的头发是怎么样的,她的脸是怎么样的,她的鼻子,她的嘴巴,她的眼睛是怎么样的,详细的描述。 那你能详细的描述一下你家是什么样子的吗? 你可以说你的家在哪儿,你家有多少个房间,你家里都有什么东西,这是详细的描述。 那我们不详细就是简洁啊,简洁的描述,简洁的报道,不详细,不详细。 解释啊,解释,马克开会迟到了,金尼很生气,所以马克得怎么样? 马克得跟金尼解释他为什么迟到了啊,为什么迟到了。 好,解释问题,解释得很清楚,老师能用最简单的方法,把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。 好,对于,对于是我们这一节课最重要的生词啊,对于。 对于,它是一个介词,表示某种态度或者情况涉及的对象。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,对于这件事,我跟大家的看法不同。 看法,你的看法的对象是什么? 对于这件事啊,是这一件事,不是别的事情,是这一件事。 那对于涉及的这个对象呢,是这个看法的对象。 对于中国人来说,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啊。 嗯,最重要的节日是对谁来说? 对中国人来说啊,对中国人来说。 那您认为对于老师来说,什么是最难做到的? 对老师来说,什么是最难做到的? 最难做到的这个事情啊,的对象是老师,对不对? 对象是老师。 嗯,对于这个结果,我觉得没什么,我觉得没什么的这个,这个对象是这个结果,对吧? 做事情的过程能给我带来很多快乐,比结果更重要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,对于和关于有什么不一样。 先看第一个,对于这次调查计划,经理特别满意。 老师刚刚讲了,对于他的,他的是主要什么呀,动作的对象啊,他满意的对象是什么? 这次调查计划,经理满意的是什么? 这次调查计划。 那关于这次调查计划,经理说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。 那这里,经理不清楚的地方是什么? 是这次,经理不清楚的地方是这个调查的范围,对不对? 这个,这个范围是这次调查计划。 他不是不清楚啊,中国有多大,他不是不清楚中国有哪些好吃的。 他不清楚的东西,这个范围是这次的调查计划,调查计划。 我们来再看一遍啊,对于,对于更多的是对象啊,对象是动作的受动者,满意的这个对象是这次调查计划。 所以我们经常用对于,关于是范围啊,范围,经理不清楚的范围,经理不清楚的范围是调查计划,不是不清楚中国有多大,中国有多少风级。 记住了吗? 对于更多的是说对象,关于是范围。 那,第三个句子,关于中国经济的几个问题,那我们看它是在,诶,这样的符号是不是在文章里面,书里面才可以用。 所以,关于可以出现在书或者文章的名字中,关于可以出现在书或者文章的名字里面,但是对于不可以啊,对于不可以。 好,同学们再看一下,对于和关于的不同。 那,我们再看一下对于和关于还有一点不同啊。 对于每个需要帮助的人,他都会热情耐心的提供帮助。 他对于每个需要帮助的人,都会热情耐心的提供帮助。 我们看这里,对于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,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,是不是? 但是关于只能放在主语的前面,是吧? 对于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,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,但是关于只能放在主语的前面。 我们来看一下,对于和关于大家都明白了吗? 第一个,这个问题你应该再认真的考虑一下。 这个问题,考虑的对象是这个问题,对不对? 那,考虑的范围也是这个问题。 所以,我们对于和关于都可以。 这方面的情况,大家最好上网去查一查。 查的什么?查的范围是这方面的情况,所以我们要用关于。 关于怎样提高中文阅读能力,这一学习方法实践证明是有效的。 什么?这个学习方法怎么样,涉及到的事物是怎么样? 提高中文阅读能力,学习方法的对象是提高中文的阅读能力,所以我们用对于。 现在人们自然环境越来越注意保护了,保护怎么样? 保护的对象是自然环境,对于自然环境保护。 昨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这位明星的新闻,才知道他竟然还只是一位在校大学生。 这个新闻的范围是关于这位明星的,关于这位明星的。 好,同学们再看一下对于和关于啊。 对于更多的是动作的对象,关于更多的是一个范围,范围。 对于可以放在主语的前面,也可以放在主语的后面。 那关于只能放在主语的前面。 嗯,比如说我们看这里,人们自然环境,那这是在主语的后面,那是不是只能用对于? 对于。 好,最后关于可以用在文章里面,文章或者书的名字里面,但是对于不可以。 好,再给大家两分钟看一下对于和关于的不同,好不好?理解一下。 对于和关于的不同,好不好?理解一下。 对于和关于的不同,好不好?理解一下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,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生词,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。 第一个详细啊,详细的说明,详细的说明。 第二个解释,嗯,你需要解释一下,你今天为什么迟到了? 对于。 对于对于。 叶子,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。 教育,爸爸妈妈教育我们,不能骗人,要做一个诚实的人。 好,我们课文三的生词已经学完了,那我们来看一下课文三,好吗? 高老师学习王教授的教育方法。 王教授,今天听完您的这节课,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您的课那么受学生欢迎了。 谢谢,你能详细谈谈对我的课的看法吗? 我发现您对学生特别了解,而且总是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把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,让每个学生都能听懂。 这一点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 哪里哪里,这只是因为我对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比较了解。 那您认为对于老师来说,什么是最难做到的?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,同样的,世界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人。 所以在教育学生时,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方法,我想这应该是最不容易做到的。 好,请同学们读一读,理解一下这篇课文,然后我们一起学习,好吗? 好,那同学们,王教授的课为什么那么受学生欢迎呢? 我们来看一下,王教授的课为什么那么受学生欢迎。 第一,他对学生特别了解,他了解学生的能力水平,对不对? 他对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比较了解。 他也知道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,学习方法是什么样的。 那除了对学生了解以外,他还怎么样? 他能用最简单的方法,把复杂的问题解释清楚,让每个学生都能听懂。 同学们,当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? 不是老师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知识, 而是老师能把你不明白的东西给你解释清楚。 那这才是一个老师厉害的地方,对吧? 王教授为什么厉害? 因为他能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方式, 学生能够清楚,能够明白的方式, 讲给学生,让学生听懂。 王教授说,哪里哪里? 哪里哪里不是去哪里,是谦虚的一种说法,对不对? 我们在HSK3学过了啊, 他说,啊,你真漂亮,哪里哪里,啊,没有啦,就是很谦虚。 那王教授说,哎呀,没有,我没有很厉害, 我只是对每个学生的能力水平比较了解。 那王教授认为,对老师来说,什么是最难做到的? 嗯,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,啊,同样的,世界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人,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,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, 所以,啊,我们在教育学生的时候, 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办法, 你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用相同的办法, 你的同样的办法对这个学生有用, 对这个学生可能就没有用。 所以,最最难做到的就是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不同的办法。 那在中文里面呢,我们有一个词, 就是说,根据学生的不同,根据情况的不同, 我们要因材施教。 因材施教是什么意思? 就是我们根据,啊,因根据你的学生的情况, 你用的教材的情况,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, 选择最适合的教育方法。 那,王教授的课为什么那么受欢迎? 因为王教授他能够因材施教, 他能够根据他学生的不同的水平, 选择不同的教育的方法。 那这样,他的课能让学生听懂, 所以学生才愿意去他的课, 他的课才那么受学生的欢迎。 好的,王教授的教育方法也值得老师学习, 老师也想用最简单的方法, 把最复杂的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。 好的,同学们,那我们看一下, 从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叶子这句话, 你可以学到什么呢? 你可以在评论里面告诉老师,好吗? 好,我们的课文三就学到这里了, 王教授的教育方法真的是非常的好。 那如果以后同学们要成为一名老师, 也要向王教授学习他的教育方法。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学到这里, 如果同学们有什么问题, 可以在评论里面问老师。 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视频, 欢迎为老师点赞评论转发和关注, 把老师的视频推荐给更多需要学习的同学。 谢谢大家,我们下节课再见, 拜拜。